大家好,朋友们,晚上8点一刻啊,给大家看个视频啊 挺好的一个小男孩,但还有一点像黎明的样子,有一点像主席面孔,挺漂亮,挺好的,已经那么大了 身体看起来蛮好的,半岁多了,他就照顾这个孩子,也去学习 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 贺子珍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叫廖瓦的俄文名字 然而,贺子珍却低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 之前,隐藏着路上受伤式的蛋片被骨骼、肌肉、肺部包括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手术 他将长期忍受由此带来的头痛和神经疾病 在这种情形下,贺子珍又经历分娩,奶水不足,没有帮手,又有伤客 不幸很快降临了 1938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已经六个月大的廖瓦,因感冒引发肺炎,不幸夭折 这是贺子珍第五次痛失哀子 仅从母亲这个角度来说 又有多少人能够多次承受自己的亲生骨肉 送人丢失死亡的打击呢 孩子死了,没有多少人见过那个漂亮的男孩 据说,廖瓦就埋在学校后面的花园里 有时,贺子珍在花园里的长灯上,一座就是一天 这位来自中国南方的旅行,在莫斯科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这个里边啊,这个信息很多啊 我一一跟大家解读啊 刚才那个说是屈秋白烈士的女儿叫屈毒医 这个呢,严格来说啊,如果我没记错啊 这个屈秋白不是他的生父 好像他的生父应该叫杨芝华吧 但是好像屈秋白可能是他的继父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我三姐夫 这个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管局有一个杂志叫中国行政管理 然后在那工作的时候跟这批人啊 什么这个屈秋白的所谓女儿屈毒医啊 什么张文天的儿子啊 王家祥的后代啊 跟这批就共产党里边啊 老一辈的,但是被边缘化的,被批斗过 被批判过的,不怎么得烟抽的 但是资历啊,这个比较老的这批人 跟他们在一块混过啊 也在一块吃吃喝喝啊那种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毛泽东啊和贺子珍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 包括这个,这可能是第六个 这个叫廖瓦的 这个就活了黎敏一个 一个是当时的条件不好 这个婴儿死亡率比较高 一个是也有人说毛泽东比较好色啊 就是即便在长征 这个死了那么多士兵啊 这个不断的检员啊 在情况下还不断的让贺子珍怀孕 说他比较色啊 还有一个是就是苏联 苏联看来对共产党 苏联看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些 按道理毛泽东当时在延安 不是一把手也差不多吧 应该就是事实上的一把手 对他的夫人也并不怎么好 是吧 只是给你们一个安顿 可以来苏联有个基本的生活条件 看来也没有物质上多么的照顾 似乎是挺慢带的 怠慢的 轻慢的 至于虐待或者是故意为难 现在我们不清楚 但是好像也不重视 是吧 还有这贺子珍 后来说贺子珍有精神病 然后长期休养 后来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之后 又从苏联回国 给安排到天津了 到毛泽东死之前 据各种的消息吧 各种的研究 大概两个人只见过一次 在庐山上见过一次 因为毛泽东再婚了吗 有江青了吗 是吧 那么贺子珍是不是真有神经病 还是说被打入冷宫 还是身体不好 咱们不清楚 是吧 但是贺子珍的性格也有点偏激 也属于冲动性的性格 是吧 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也挽留过他 非要去苏联 是吧 他们那会儿反正就有个大本营吧 苏联是他们的爹 是吧 苏联是他们的大后台 大靠山 对吧 一般来说 共产党很多官员 包括搞情报的外交部副部长 兼副总参部长 武修权 什么王明 很多人 张国焘 都在苏联待过 包括周恩来 是吧 很多很多人 林彪 是吧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 这个咱们再说说这个 毛泽东 毛泽东是接过很多次婚 第一个夫人应该是姓罗 家里边媒妁之言吧 应该是包办婚姻 没什么感情 后来也就算了 算了 好像这个女的也没离开毛家 是吧 中国人讲究吗 从一而终吗 是吧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应该没有子女 当然有人传说 说这个女的 跟那个毛的父亲毛顺生 俩人省略一万字 这个是传说 说毛泽东回乡祭祖 给母亲上坟 不给他爹上坟 不知道 这我们不知道 这也有的人可能太恨老毛了 给他编的 是吧 这我们不知道 也没证据 这种事没证据 是吧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你也找不到真相 是吧 就是一种民间传说 后来杨开慧 是吧 杨开慧给他生了仨吗 对吧 杨开慧的故居 现在叫毛泽东故居 在北京 豆腐池胡同 安定门内 就我上学的分私厅 胡同往西 现在门口挂着牌子 毛主席故居文物保护单位 就一院子 院子里也住着不少的人间 实际上那是毛泽东的老丈人之一 北京大学的教授杨昌记的府邸 他的宅子 是吧 那会毛泽东就追求人家 那个杨开慧吗 生了三儿子 老大毛岸英 死在朝鲜 老二毛毛岸青 是个神经分裂症 精神病不正常 是吧 神经病不正常 你看那毛新宇就看出来了 老三毛岸龙 在上海丢了 也有的说死了 生病死了 因为那个哥仨没人管 在上海流浪过 有一个叫董建物的 曾经照料过这哥仨 后来董建物离婚了 然后呢 让他前妻 给他前妻一点钱 照顾这仨 后来这个共产党的 中央机关被破获了 这个钱供不上了 没钱给了 他前妻就不管这仨孩子了 这仨孩子街上流浪 现在有一个解放以后吧 也算是老干部 他说他就是毛泽东的小儿子 叫毛岸龙 还说到过北京 但是毛泽东不见他 他说他见过江青啊 见过什么罗瑞青啊 陆定一啊 见了一堆人啊 汪东兴好像 然后毛泽东就跟江青嘛 就是贺子珍嘛 六个孩子只活了一个 是吧 然后呢 跟江青又只活了一个 两个都是女儿 李敏和李论啊 或者有人叫李娜啊 当然后来晚年啊 说有传说 说又有一个小妾啊 宠妾就是那个张玉凤啊 民间传说啊 真假不知啊 反正大家都这么传啊 然后这个 就前前六七年吧 网上有视频 我也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反正在中文的网络上看到的 有一个女的自称自己是毛小凤 啊 好像住澳大利亚 完了整个房间都是黄金的 真的是黄金的 金币辉煌的 光那个内装饰就值很多钱 他说父亲啊 我得了癌症了 我活不了了 有人说啊 有人说那是毛泽东的女儿 但是不见于经传 谁知道呢 这种事永远是没有真相啊